再來的話就是有東西叫做天秤 他考試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要怎麼樣讓他多一零 如果上面是空的偏這邊 就代表這邊有點重 那你把它喬回來 他怎麼喬 他會給你這個 這邊有螺絲 這邊有好幾個螺絲 這邊有一個螺絲 他就很像你小時候玩喬喬版一樣 你就跟爸爸玩好了 走這邊 我是你爸爸 這樣 再來我比你重嘛 這時候要幹嘛 我往前做對不對 或者是怎麼樣 你往後做嘛 大家學一週享周星 先修復習看什麼 我會簡單講一下 國一國二國三 他們的先修跟復習要看什麼 不管你有沒有課本 你都可以聽 你有課本直接打勾打勾打勾 那細部我們留開學之後 你再好好的復習 好 那我們就從青年級開始吧 首先我們登場的是 青年級的先修 好 先修的重點會在於什麼 在這個 深深感謝是不是 好 那再來就是生存的適藥素 這個東西我們國小之前學過 陽光空氣水還有食物嘛 好 接著是生物宣號 然後上下玩公尺 好 接近10公里 接著我們來到的是 科學方法 科學方法 工學實驗 電學實驗 各式各樣實驗 只要它是實驗 就可以跟科學方法扯在一起 它的結構有六大要素 官問查假驗結 我把它展開來看 官是指觀察 問是指提問 查是指查證 或查找都可以 假是假說 驗是實驗 結是結論 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個麵包 它放在桌上 擺著擺著 發霉了 為什麼 我們觀察到發霉了 接著我們之後提問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上網查 或是問老師 如果有人做過 或是有書上 已經寫過 已經有結論的東西 你可以先透過查找去節省你 就是繞圈的時間 但不代表說查完之後 就一定要相信書 或相信老師講的 你可以是繼續產生懷疑 然後提出所謂的講說 我懷疑桌子讓麵包發霉 所以我把麵包放在不同的地方 你就會根據你的假說去設計實驗 對不對 好 實驗做完之後 發現好像不是桌子的關係 好像電腦都會發霉 那就代表說你的假說可能錯了 你就可以推翻 或者是驗證你的假說 最後就會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不管你是假說錯了 實驗結果 數據有誤 然後要重新修正 或是說 我有一個新的發現 就是果然是這個桌子 海麵包發霉的 它也是一個特別的想法 整理成論文 然後丟到網路上 給各界的學者去各種的 糾正啊 審核啊 久而久之 它就會變成一個學說 將來就會有機會 就會變進我們教科處裡面 大概是這樣子 學說的成立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那就是不斷的看物看物看物 不斷的驗證驗證 就可以變成就是 比較主流的學說 這是科學方法 第三個是實驗細餐 你就是實驗試準則 基本上呢 就是老師沒說你不要做 那還要記得一件事就是 一物一用 這東西設計來幹嘛的 它就有它的不可取代性 比如說 老師量桶也可以裝東西 又可以量體積 那我可不可以在裡面做實驗 或繼續燃燒 兩桶是拿來量的 那它就是for量 如果它可以一物多用 那麼東西就很貴 通常也不會讓你們碰 然後我們會有講到燃燒三兄弟 像是飾管燒杯跟追星瓶 好這個飾管燃燒的時候要這樣 怎麼樣 底下火在燒對不對 那你飾管呢 你不要拿紙拿斜的 然後不斷這樣去轉 就可以讓它均勻受熱對不對 你就不會底部在那邊烤焦 然後上面還沒沸騰之類的 這樣去轉 好記得喔 你在轉的時候也要小心喔 你不要對外 你不要對人喔 不可以對自己也不會對人 因為它可能會有那個氣質嘛 因為你不知道裡面加熱的是什麼 你搞不好蒸氣碰到 或是它有刺激性的 對人就有這種傷害 所以其實不要對人 好再來就是這個燒杯 燒杯是可以燒的 但是不要明火燒 明火燒呢 在你目前學到就是飾管 那你要燒杯或追星瓶的話 你就要給它一個三腳架 上面放一個陶磁纖維網 底下掛酒精燈啊 然後上面放燒杯跟追星瓶 那追星瓶跟燒杯的差別就是 燒杯混合的時候 你要去用這個玻璃棒去攪拌 然後玻璃棒的時候記得不要用溫度計 不可以用溫度計 去攪 然後你倒的時候要怎麼樣 倒這個混合溶液的時候要怎麼樣 這也要俗稱杯壁下流有沒有 沿著這個玻璃棒這樣下去 然後沿著這個杯子的邊緣下去 杯壁下流 那如果是追星瓶呢 為什麼要做追的 你就可以這樣晃啊 比較不容易咬出來 那如果是稍微被咬出來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微機處理 就是說像是酒精燈你要怎麼處理 裡面的酒精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基本上控制在這個高度 不要太滿不要太少 然後不要用酒精跟鐵酒精燈 記得用火柴或打火機 要蓋洗的時候用蓋子 你不要用抹布蓋 也不要用其他東西蓋 也不要用吹的 都沒有用 而且會有危險 一定要用蓋子蓋 那如果酒精不是跑出來怎麼辦 來 施抹布給它弄起來 在哪裡都要準備施抹布 蓋下去就對了 就搞定了 捲圍鏡的話可以分為 富士跟結構 一個是一管的 一個是兩管的 那一個我跟兩管有什麼差別 單刀流跟雙刀流 怎麼樣 世界的大骨子 首先一眼的富士顯微鏡 另外一個鏡頭 在底下 在這個接觸 這個叫做債務台的上面 標本方正 那這邊有一個物鏡 接近物體到物鏡 上面叫目鏡 這樣子看有沒有 各種反射折射 去去去去 放大兩次 所以它的倍率更高 然後兩個東西 幾倍幾倍就直接相當成 就經過各式各樣的光學處理之後 它會有 成像相反的概念 上下左右都相反 那你在做題的時候 你就要去想說 我要把左右跟上下翻轉 因為它的成像是相反 二大樓的解剖顯微鏡它有什麼特色 來 一隻眼睛看 我們就只有人眼看起來 一隻眼睛看的時候 你去拿裡面前面的東西 比如說你把手機拿起來 然後多來幾次 你去抓 有沒有覺得自己的距離感不太好 有沒有覺得自己好 欸我好像抓痛 欸是這樣嗎 那個距離感抓太好 這就是因為你用一眼看 一眼看的話 它的距離感是 失準的 沒有兩眼好 因為兩眼有所謂的立體感 你可以透過兩個眼睛的交叉 比對 去確定這物體的存在 所以這是解剖顯微鏡很特別 它適合看立體的東西 好大概是這樣 然後細部的操作 我們都要休息之後再說吧 這就是七年級先修你該知道的東西了 第二環節叫做八年級的複習 八年級生八年級的同學 我是先推薦複習 首先我們先理解七八年級的差別 七年級生物八年級的差別 所以感覺好像勾不上對不對 在第一側應該有一個叫做跨科 這個當然有可能被忽略也好 跨科 聚觀 以及微觀 還有什麼 還有尺度 就是各種各樣的單位 比如說這個微米阿奈米阿 為什麼要知道這個 因為你第一章 八年級的理畫 第一章就要學測量 要學測量這些還要學單位 所以先複習這個東西 就等於做了一半的先修 即不即爆表 好來 先修 先修看什麼 第一個單元呢 就是測量跟密度 那首先我剛剛就講到 尺度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你要注意的是 單位的換算 你知不知道公里跟公尺中間的K 代表什麼意思 M是什麼意思 那兩個M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單位的換算 然後你就會學說 有個東西要SH 就是所謂的公尺 好再來的話 就是有個東西叫做天秤 它考試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要怎麼樣讓它歸零 如果上面是空的片這邊 就代表這邊有點重 那你要把它喬回來 它要怎麼喬 它會給你這個 這邊有螺絲 這邊有一個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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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很像你小時候玩喬喬版一樣 你就跟爸爸玩好了 坐這邊 我是你爸爸 這樣 前座對不對 或者是怎麼樣 你往後坐 靠著這個拉長 與中間的距離 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叫做它利弊 拉長利弊的方式去平衡它 那你這邊的這個螺絲 也是一樣 如果像這邊 像我們剛剛舉例是這樣 比較重的話 那就代表這邊的螺絲 可以往內走 或者是這邊的螺絲 往外走 就是哪裡比較輕 你不管調哪邊 你都是往輕的這邊調 好接著的話 我們要看的是測量 測量的話首先是 你要知道什麼叫測量值 什麼叫估計值 那測量值就是指說 我們去量 照整個這個尺上面的刻度去測 哇 這個15公分 啊還是15公分 我們可以增加一位的估計值去 那它的定義就是 最小刻度的後面一位 如果你的尺量到 比如說我們一半尺 15公分尺 對不對 量到的是毫米 那就是毫米在後面一位 是它的估計值 測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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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不一樣 不要說每個人 我可能每次量都可能差一點點 那怎麼辦 就會誤差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取平均 就可以提升實驗的準確度 好 再來就是一個排水法 總要排水法先讓我喝口水 然後開始排水 誒 亂講齁 排水法是什麼呢 就是給它兩桶 然後裡面灌水 然後就有個高度對不對 那你看高度的時候怎麼樣 你要跟它眼睛平視嘛 你不能這樣看 也不能這樣看 不行你要跟它平視這樣看 東西就溢水了 好 記得 這個東西一定要能夠沉到水裡 如果它浮在水上 你只能測到它底下的體積 那就是不對的 不會融於水 然後會沉到底下的 好 那就可以量體積 本來這樣子 多出來的 這就是它的體積 那老師那個會浮的 是不是就不能測 有別的方法是處理 你要給它綁繩子 底下給它綁重物 兩個層下去就可以測 可是老師 這樣不是有那個重物的體積在 沒錯 所以測完之後 你把那個層拿掉 把那個清東西拿出來 那是不是重物的就有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重物的體積扣掉 這就是排水法 好 再來就是密度 這就是比較重要了 第一個出現的公式 來D-MV 等量公里如果不好 我同學趕快複習一下 我把V層過去也可以 或是D-M換位置也可以 一度在正常的情況下 就包含就是溫度不要拒絕變化 壓力不要拒絕變化 狀況下 我們都可以視為一種物質特性 907複習的話 第一次魔考的範圍就是第一次 那生命現象 包含深深感謝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 細胞的構造你要去了解 然後呢 動植物的細胞在哪裡 還有各式各樣的 月力體的功能 那你都要知道 好 接著是養分 各式食物 像我常常講的449定則 449就是所謂的熱量 蛋白質跟糖類都是4 那這個值值是9 再來是酵素 酵素還有一個主演點是說 它是有專業性跟重複性的 還有一個性質要注意 就是它有限定的工作範圍 那酵素它本質是一個蛋白質 對於溫度跟酸減度是很敏感的 運輸跟防禦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先搞清楚運輸 植物的運輸就是微管束 微管束可以分成什麼 木植布 潤皮布對不對 運水分還是養分 你要不要搞清楚 芳香要不要搞清楚 還有是動植物怎麼獲得養分 那植物就不用說 光合作用 肝臟分泌膽汁到膽糖儲存 儲存完之後再透過導管到你的小叉 再跟其他東西混合 記得喔 膽汁是沒有酵素的 物理消化 用切的啦 好那其他的 比如像是胃液啊 腸液啊 遺液啊 都是有酵素的 那具體分解什麼樣的東西 就留給你自己去預備了 光合跟消化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協調 協調的話是神經 就從受氣 感覺神經到中樞 中樞具體根據你的身體分類 然後再排到運動神經 再到動氣 中樞就可以分為脑幹 和你這個脊椎 兩個連在一起 在背後齁 在這邊齁 連在一起哈 大腦是跟意識相關的 只要經過思考的 只要是有意識去做 跟大腦有關的 脖子以下的反射 靠脊髓 腦幹 腦幹的話控制比如說 痛快膨大 比如說刺眼 閃下我的狗眼 神經是快寒準 所以他有另外一個東西做他的好兄弟 叫做內分泌 內分泌就是緩慢 范圍廣 影響的時間也比較長 內分泌的重點就是說 從腦垂線到你的 根據你的性別不同 會有你的性線 有所不同 每一種內分泌有什麼樣的功用 內部外部 心情生理 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你都要知道 好來我們講恆定 恆定的話他的大方向有什麼東西呢 是體溫 呼吸 跟氣體 血糖 以及水分 首先我們要先講什麼呢 講體溫 體溫的話我們知道人體大概是在36.5到37左右 根據你測量的位置不同 像比如說我們量溢溫 量口溫 量肝溫 都有不同的結果 越接近核心的溫度越高 因為我們知道軀幹 包含腦 到這邊 核心溫度是高的嗎 人體的溫度在高於38度之後 也消除到影響 那你可能繼續吃到39 40 超過41度就要出現生命危險 那我們就會有很多機制 具於 身溫跟降溫 降溫是什麼 像比如說流汗 流汗對不對 那身溫是什麼 發抖 冬天 它冷氣不皮 好然後這是體溫的恆定 然後再來是呼吸與氣體 因為呼吸可以分為呼吸作用跟呼吸運動 作用是什麼呢 作用就是細胞把葡萄糖代謝代謝變成能量的過程 叫做細胞呼吸作用 那我們自己的吸跟吐 這就是呼吸運動 那我們通常講的呼吸是呼吸運動 那呼吸運動除了可以自主去運動之外 其實最主要還是透過我們腦部裡面的腦幹去驅動 就像我們睡覺的時候 我們大腦意識關機的對不對 誰幫你呼吸 腦幹幫你呼吸 那腦幹怎麼知道你要呼吸 透過偵測血液裡面的二氧化碳濃度 去瞭解說 好我現在要加速呼吸了 還是要減少呼吸 它可以去偵測 它有一個感應器去瞭解說 現在這個人 這具屍體 這具身體 到底是要呼吸幾次 是這樣子 然後搭配心跳 心跳跟呼吸都是腦幹去控制的 摸著這邊對不對 然後你看喔 你要吸氣的時候 吸飽了對不對 你可以明顯感覺到你的肺部變大了 胸腔變大了 然後你的肋骨 如果你摸得到肋骨的話 它是往上的 所以肋骨往上肺部變大 好這時候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做橫膈膜 來 當你的肋骨往上肺部變大的時候 橫膈膜在這裡 怎麼樣叫變大 如果這個往上 這個也往上 這樣有變大嗎 沒有 這叫上下位移 如果這個往上 這個往下 這有沒有變大 有 原本這樣看 變大 變大有沒有 這叫變大 就這樣就這麼有邏輯 用摸的 就知道你呼吸的 要上 要大 要下 到底是哪一個 你呼吸吸吸的時候 你跳一邊測 你就可以測出另外一邊 因為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考試看他們這邊寫 有兩個分支討論 一個就是說 你吃東西的時候 血糖什麼變化 第二個是你不吃 你血糖也會變化 先講吃東西 吃東西進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講這個449定則嘛 有些營養養分 然後通過你的消化吸收 你想要這個飆高 這時候太高怎麼辦 胰島素分泌 把你的血糖壓下來 然後把它儲存成肝糖 存在你的細胞 跟你的肝臟 各種不同的地方 那如果沒有進食呢 到最後他們也會自己找到生路 就是開始分解你身體裡面儲存的養分 把它拿出來當應急的血糖使用 那就可以維持恆定 這像你的身體的運作能量就會夠 然後大家就會夠 那就是你的腎上腺素 或是生糖素分泌的 這兩個都可以提升血糖 實際不同 一個是太餓了 需要補充了 一個是什麼 緊張運動 受到壓力的時候 覺得突然爆衝 然後突然狗體跳牆 這是我們外部的行為 內部行為呢 就是血糖提升 所以同樣是血糖提升 它的實際跟表現都是有不同的形式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排泄跟水分 終於講到 經過消化吸收的時候 就會產生 含有蛋這個元素的廢物 然後對我們身體是有害的 然後把它排出 然後它最初的形式是氨 NH3這個東西 不管是各種level生物 它都會產生氨 比較低level的單細胞生物 因為它們就是 就是一個細胞 所以它可以透過擴散之後 因為排出馬 我們沒那麼厲害 所以我們就開始把它代謝成 因為我們的肝臟 注意 不是腎臟 大部分時間講到腎臟 但是這邊跟肝臟有關 是肝臟把它弄成尿素 好 尿素再跟著血液走 走到腎臟的時候 再把它融融融融融 弄成尿融的排出去 這邊你就要注意的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單細胞的生物很厲害 鞍就直接排出體外 那不同level生物 我們是哪一個level 人在哪裡 是尿素 然後呢 最上層那個是什麼 尿酸 不要被名字騙了 尿酸的毒性致命尿素低的 毒性是誰高誰低 然後它們的排放方式是什麼 然後我們人體又是怎麼樣 好來 九年級的先修 要先修什麼呢 就是第五側 你會先了解的是 胃移跟路徑場 好這是青知識 青知識我就寫黑版 好來 第一個部分的話是 有些學校會叫單擺 好單擺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胃移路徑場 來單擺是什麼東西呢 它的週期只有跟百常相關 那你就要知道什麼叫週期 所以這個 真正的延伸姿勢點在這裡 也是 週期 波數 波長 跟頻率的關係 然後寫成跟公式對不對 所以我們平常已經頻率慣了 這邊頭上用週期 這導數關係很簡單 但是你在看一次幾秒跟一秒幾次的時候 你要知道誰是誰 要小心的 關鍵是這個 再來就是胃移跟路徑場 胃移跟路徑場有一張圖可以很明確的表示 這個東西叫路徑場 這個東西叫胃移 就這樣 我們出發點 我們這個起點這裡 然後這叫終點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直直的走 但是那個道路設計有可能是行 那這樣子就會出現另外一條路就變這樣 所以這條叫做胃移 這叫路徑場 胃移表達的是位置的最短直線距離 那路徑場表達就是它可以轉彎 那但是路徑場 老師它就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那算不算路徑場 算 路徑場是可以走直的 但是胃移是一定要走直的 所以路徑場有時候可以等於胃移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了 底下留言好不好 留言互動討論 如果你有對於我講的東西 想要聽更深入的內容 或是有想要聽更多的都可以留言 如果你的留言夠有趣 就可以被我選入精選留言裡面 那如果你是單純知識性的回覆的話 我會斟酌當下的情況回覆給你 那如果你真的很急的話 你可以來Disco問我 或者是多問幾次 那我就知道 老師我這個很急 我就知道 好 那大概就這樣了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聽 那我們就下期見 拜拜